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 我们虽然好久不见了 但是,看到主怎么样在这个教会 在那里使用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 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能够聚取有美好的交通团契 彼此关心,彼此关怀,彼此鼓励 也感谢主使用高牧师,还有梁川道 他们在这里各方面的服侍 愿主继续的祝福 现在请我们低头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在这种特别的情况时期 让我们还仍然能够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祢 愿主祢的圣灵,请自在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运行,来带领,来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真实能够听到祢的话语心灵里面 得到造就,懂得怎么样来更爱主 主要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主的面前蒙主 祢保守健康 更能够有活泼的灵命来爱主 服侍主 愿主祢祢纪念祢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属于祢的 愿祢在教会中得到祢当得的荣耀 愿主祢亲自在这个时候来向我们说话 这样祷告,感恩,奉祈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基督复活了 坟墓是空的 生命战胜了死亡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power 一切都改变了 你的人生是否因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改变了呢 你是否已经得到了上帝 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和新盼望呢 今天的讲题是 不要怕,不要害怕,主复活了 不要害怕,主复活了 根据马太福音28章第5到第10节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父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必见我 今天信息的三个重点 第一,不要害怕 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二,不要害怕 复活的主赐你真平安 三,不要害怕 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人 首先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这次来世凶凶的新冠病毒 使许多人心里不安 有一种无形的威胁 潜伤在咳嗽 接触 空气中 有一种 这种普世性的不确定感 焦虑情绪的上升 不知道这个大流行病会持续多久 那最近也有人这样问 病毒和恐惧 哪个更具有破坏性 一个是伤害身体 另一个是伤害心灵 甚至能摧毁信心 耶稣的门徒 跟从了他三年半的时间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已经达到最高峰 相信他就是 他们长久所盼望 神所允许的那一位 弥撒亚 基督救主 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 这些跟从耶稣的人的信心 被摧毁 希望被扑灭了 前途迷茫 在那里 对未知充满恐惧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 两位玛利亚 他们和其他的信徒一样 心里是充满了恐惧 所以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的主 已经死了 残酷的事实 就摆在眼前 他们的主耶稣 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 已经死了 已经埋葬了 这不是一场恶梦醒来就好 这也不是心存 希望就能够有所改变 这是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们只能够心中 忧伤的 想念主 或者要到坟墓前去想念主 两位玛利亚 他们非常想念主 天还暗的时候 他们就赶到坟墓去 从人的观点来看 这是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当人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 感到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 不知何去何从 害怕是很自然的 内心会烦恼 焦虑不安 有人说 烦恼带不走明天的忧虑 却拿走了今天的力量 但是 除了害怕 烦恼 忧虑 还能做什么呢 我相信没有人 想要一辈子 过着这样 痛苦的人生 每个人都需要有希望 能脱离一切的恐惧 两位玛利亚 虽然无法改变事实 但感谢是神 顾念他们 不要他们停留在 恐惧的黑暗中 神就差遣天使来帮助他们 安慰他们 鼓励他们 使他们能脱离 这绝望 忧伤和恐惧的捆绑 天使安慰他们 对父女们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 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天使怎么样安慰他们呢 一 劝他们不要害怕 二 告诉他们 我知道 你们是在寻找那 钉十字架的耶稣 三 天使就把耶稣复活的事实 告诉他们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天使 也帮助他们 事先已经把 帮他们把 坟墓前的那块石头 滚开了 然后邀请他们 你们来看 来看那个安放主的地方 天使把石头 滚开的目的 就是要让父女们 可以进到坟墓里 去看原来安放 耶稣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看见 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 要让他们知道 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 空坟墓 还有天使 都在做见证 见证什么 见证耶稣复活了 天使也在那里鼓励 这些父女们 要去做见证 快啊 他第七节说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十里复活了 主从十里复活了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 快去啊 今天 如果你心里 有害怕 有烦恼 有忧愁 忧虑 神知道 神也不要你停留在恐惧的黑暗中 神要帮助你 神要安慰你 神要鼓励你 使你能脱离 绝望 忧伤和恐惧的 捆绑 复活的主耶稣 能释放 我们每一位 并赐 我们 真正的平安 二 不要害怕 复活的主 赐你平安 耶稣 耶稣曾经多次 告诉过门徒 关于他的死 和复活 在马太福音 至少记载了三次 第一次 就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一节 在那里说 从那时期 什么时候呢 在盖撒利亚 菲利比的时候 耶稣 问 他的门徒 人说 我是谁 后来又问他们 你们说 我是谁 西门彼得 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 儿子 从那时期 耶稣就开始 向门徒指出 他必须 到耶路撒冷去 在众长老 祭司和文士的手下 在那里受许多的苦 并且要被杀 第三天 复活 第三天 第二次 马太福音十七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他们还在 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死他 第三天 他要复活 门徒就极其的难过 这些门徒大概是没有听到最后一句话 他们是听到前面说 他们要把主杀死了 但是 他们没有把主后面那句话 把它记在心里 第三天 他要复活 所以他们极其的难过 第三次 的记载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 主耶稣跟门徒说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许弄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 他要复活 第三天 他要复活 所以主耶稣几次的告诉他的门徒 这个事实 他的死 他怎么样死 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第三天 他要复活 连祭司长和发力塞人 也都知道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 后来 赶快跑去跟 毕拉多说 我们记得 那诱惑人的指责 也就是指责耶稣 他还活着的时候 曾经说 三天后 我要复活 是的 耶稣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 和两位玛利亚是一样的 在生活上仍然害怕 焦虑不安 在第八节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两位玛利亚离开坟墓的时候 心情如何呢 他们的心情很矛盾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他们为什么还是害怕呢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 还没有遇见 复活的主 虽然他们听见 天使告诉他们 耶稣已经复活了 又在坟墓里 亲眼看见 耶稣的身体 已经不在那里了 他们却仍然害怕 因为他们 还没有遇见 复活的主 这很重要 今天有很多人 从小就听过 耶稣复活了 甚至有人也 见过神迹奇事 但他们还没有 真正认识主 他们还没有 亲自遇见 复活的主 知识不等于 认识 每一个人都需要 亲自遇见 复活的主 在第九节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 抱住他的脚 拜他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我要请大家注意三点 一 复活的主 耶稣 忽然 向 妇女们 显现 这是 出乎意料 的 惊喜 出乎意料 的惊喜 在没有 预料到的时候 在最 适当的时候 在主 看为 最好的时候 复活的主 主的惊喜 复活的主 自愿的 积极的 主动的 来向 妇女们显现 表明 主的爱 主的爱 永远是 主动的 而不是 被动的 耶稣爱你 他是自主动的 来爱你 他甚至为你舍身 你还 我们还没有认识 他之前 他就为我们舍命 他就是这样爱我们 三 复活的主 耶稣亲自 向妇女们显现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惊喜 复活的主 亲自 关心 亲自 关顾 亲自来 向妇女们显现 今天同样的 主知道 你需要什么 主也 会在 最适当的时候 主动的 和亲自的 来供应 你的需要 主总是 亲自 关心你 亲自 关顾你 也包括 你的家人 你的事情 你的事业 你的所做的事 还有你的需要 两位玛利亚 遇见 复活的主 之后 他们的人生 怎么样 他们的人生 就不再一样了 不再一样了 请大家 再注意三点 一 他们得到什么 他们得到了主 耶稣所赐的平安 复活的主 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对他们说什么呢 耶稣说 愿你们平安 遇见了复活的主 就有平安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 无论面对任何的挑战 有复活的主 主的同在 你的心里 就有真正的平安 就有大的喜乐 父女们遇见了 父女们遇见了复活的主 第二 就是 父女们遇见 复活的主 之后 就怎么样 他们就抱住主的脚 拜他 父女们的信仰 是和 主有那很真实的 关系的信仰 就如耶博在苦难中 经历神的真实和可贵 耶博很珍惜 这样对神的认识 和与神的关系 他就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亲眼看见你 两位 玛利亚 从天使那里 封闻 耶稣复活的 现在亲眼看见 复活的主 真是太兴奋了 他们就很自然的 在行动上表达出 他们多么的珍惜 与主的关系 他们就抱住主的脚 拜他 他们就这样 把爱 把敬拜 奉献给主 弟兄姐妹 你曾经遇见主的 那种兴奋在哪里呢 你是需要再次 遇见复活的主吗 我们要求主 让我们再次得到 起初的那种爱心 能够很自然的 来表达出 对主的爱 和对主的敬拜 这在主眼里 是极其可贵的 三 父你们遇见 复活的主 就领受了 为主做见证的使命 复活的主耶稣 赐给他们 一个清楚的使命 就是要为主 做见证 遇见了 复活的主之后 就必有一个 全新的人生 有 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有主的通宅 有平安 有喜乐 能珍惜与主的关系 能把爱和敬拜 奉献给神 也能积极为主 做见证 这是新人生的新现象 也是我们生命的见证 一个充满着感恩的见证 每天都非常的感恩 在那里 每天早上行 睡醒 就要感恩 就把爱和敬拜奉献给主 愿意积极为主做见证 为主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 第三个大点 不要害怕 为复活的主 做见证人 刚才第七节 我们看到天使对父女们说 快去告诉她的门徒 说她从死里复活了 快去啊 那告诉她的门徒 她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那第十节 耶稣对他们 遇见他们之后 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同样的 去告诉我的弟兄 但是在这里 主耶稣是用两个 命令式的动词 去告诉 都是命令式的动词 这是主耶稣的命 十八节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主耶稣基督 拥有天宇宙万有的 所有的权柄 所以我们只要 服从主的权柄 奉主的名 去为主做见证 就对了 是绝对不会错的 宇宙万有的主 卷选你我 来做他的见证 这是何等光荣的使命 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有这个 极其光荣的使命 去把主耶稣 复活的大好消息 就是福音告诉别人 使他们也能信主耶稣 为他们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复活的主耶稣 宇宙万有的主宰 给你平安和喜乐 并不是让你自己 收藏起来 而是要你分享出去 主耶稣的复活 不是不单是为你和我 也是为全人类 因此每一位 已经遇见复活的主 已经认识主 已经相信主的人 都有为主做见证的使命和责任 是更多的人 能相信主 跟从主 和做主的门徒 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 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人类从此就有了希望 人类就有希望了 主耶稣的复活 是神给人新生命的希望和确局 许多人在现实的情况下 一直在挣扎 挣扎着要有希望 前面还有许多不知 未知的事情 不知道如何来面对 他们感到一片黑暗 和非常无助 他们需要听到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好消息 在罗马书15章13节 在这里教导我们 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神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 充满着信主耶稣的人的心 使他们大有盼望 神所赐的盼望 不单是给我们 也是给过去 现在 将来 所有信主耶稣的人 不只是犹太人 也包括外邦人 我们在这里可以应用在 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 所有信主耶稣的人 都是在这里所说的 蒙神怜悯的人 第九节 我们都要荣耀神 都要称赞神 都要歌颂神的名 这就是为神做见证 第十节 第十节说 我们当以主的百姓 一同欢乐 这是信主的人 集体的见证 我们都当赞美主 送赞主 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也能想要来仰望主 十二节 外邦人要仰望他 这就是因为 信主的人 属主的人 能够在那里 为主做见证 大胆的见证 荣耀神 称赞神 歌颂神 赞美神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那种喜乐 人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平常也有喜乐 也有平安 人都看得见 让为信主的人 也都能够想要来仰望主 你和我 可能今天你 下午就能够打 打电话给他 某一个人 他可能有需要人陪伴 有需要人来倾听他的心声 你就好好地听 不要急着说话 一面听 一面心里为他祷告 也求主赐给你 合适的话音 听完了 可以请他允许你 与他分享 你有平安 有喜乐的 那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 相信了耶稣 并认识了 赐人平安 和希望的那个神 我们所侍奉的 我们所侍奉的 不是一个死的神 不是人造的神 我们是侍奉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所侍奉的 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 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请问 你为主做健身 会感觉羞耻吗 会感觉羞耻吗 他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尽我们该受的一切羞辱 被人嘲笑 被人辱骂 为我们受苦 为我们死 他都不以为羞耻 难道我们为主 做健身 就感觉羞耻吗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 站在神的恩典中 全是因为 主耶稣的牺牲 难道我们为主 做健身 被人嘲笑 被人辱骂 为主牺牲一点点 就那么难吗 我们若不传福音 就有祸 求主联名 求主赦免我们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来服从主的权柄 奉主的名 去为主做健身 绝不要低估 神在你身上 所能成的事 所能成的事 绝不要低估 神要借助你 完成的事 愿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神 阿们